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再回来新闻透视的 也是阿施sir在这里和大家讲一些体育东西 香港体育界的不民主 黑相作业为威为的情况 施sir 是是 怎么样 还有些什么的 制度上 刚才我们休息的时候 你也透露过 有些班主究竟是如何赚钱的方法 其实在坊间有很多传闻 我只是道听途说 如果你今天打电话去总会 想拿一队队队队队队队 其实你是要赢了一个康文杯冠军 但是那些康文杯全部有夹一队 你自己一个人是没办法 组织到一队球队去打赢 但是为什么我有些朋友 又可以参加到队队队队呢 他们原来就有些思想 找到一些有势力人士 过一个数目给他 明年你就可以带十二个人 连同你的教练 你就是长一场比赛来打了 有些鬼买东西 你想想他就一年一年计算的 那你那里就有年一年计算的了 我这个传闻就传了很多年了 我到现在都未能完全证实的 但是大家都明白 这些传闻都有一定的可信性 我认为值得更加多人去了解 如果你说到这样搞法 香港的体育 你看不单单是蓝球 可能很多其他体育界里面 都是面对很多垄断的情况 其实你怎么看香港的体育发展 香港的体育发展就是 就是 我其实觉得香港根本 精英制这个游戏 就是只是买一些 在国内 就是他进不了国家队 中国的国家队 他就买回来 那就有机会精英拿到牌了 其他的team sport 其实是完全没有前景的 其他team sport 是没有法子拿到 拿到那个成绩 进去做那个精英体育 而整个香港的体育 就算以这个 希望多些民众去参与体育 亦都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因为其实你需要有一些 很热心体育的人士 他真的能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 譬如我搞理球队 他永远在湾仔这边打 他不能参加到 升上去一个 譬如月祖的水平 因为你没有那些鬼马的 没有那些 有这些那些是搞到的 是啊是啊 你是一个地区 纯粹地区的热心人士 你真的很想搞得好 你没有办法的 我觉得就是 你一定要透过不同的关系 你才能做到 所以我觉得 整个现在香港很多的学生 都会 而教练那方面我自己明白 他认识教练 多数进入队了 就是你的机会大很多了 现在已经去到一个情况 就是大家都明白 这是游戏规则 你不要得罪我 因为教练 如果是埋了位 其实他就整天都是那个位 他不会抖出来的 所以有些教练 为什么那个教练一打比赛呢 球证永远都是帮着他的 很明显的 同一个错误 我那边就不吹 他那边就吹 他问我这个问题 我没有什么回答 我说正常的 你要预算这些是对手的能力 其实他不是贪污 是朋友的关系才熟一点 那都算是贪污 不是金钱上的贪污 不是贪污 资本有很多资本 其实香港的 譬如蓝球的联赛 政府是资助球证 资助场地 所有东西 基本上市民是给一个很basic的价钱 所以其实 那个应该是给一些 譬如他有心去搞的 他真的有机会去上 他打这些联赛 他才有个循序 他一旦阶梯上 如果你中间是要靠这些方法 你才找到机会上的 其实是没有法子上的 所有有心的人 你有心的人 你原来要搞这些 你都不喜欢搞的 你不会喜欢搞梯 或者搞这些 所以多数的情况 就是现在很多教会球队 都是搞搞下不是散 因为他上不了 譬如我尝试曾经 向总会说 我可不可以申请做熟会 或者是参加康民署有些计划 就是希望多些区 去做一些地区的运动 他都拒绝了我 我可以理解 是不是南球界里面的 升降制度出现问题 可以这样说 譬如你在今 即是某某教会 香港某教会 搞一队南球队 其实打得挺厉害的 但他没有办法 成为一个真的可以打 除非他可以赢到康民杯的冠军 即是你那队球 要打赢 但是八队甲一组 有什么可能 那这个门槛 基本上叫人不要玩 不能这么说 你找到一些秘密渠道 就行了 不用经过这些 更快些 不用努力 你找到一个 你找到一个 我找一个熟悉的人 然后他 本来阿快必里有个支球队是你的 那你 你这10个不玩 今年的那个 给多了少少钱 你阿快必里那队来 那你不用参加 这些 名字就不换 但是餡就不同了 是吧 没错 就换了些人 大家都叫 这个叫 永光队 永光队 是的 但是永光队已经不是姓蘇 虽然也是姓蘇 但是里面的会还不变成 其实这些东西大家都在行里面 我觉得最痛苦就是 你一个人看到 但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因为很多人都已经在这个里面 这个游戏里面 他们已经不会再抽身出来 就好像我这样去看 这个系统有问题的 我们应该去推翻它 去做一些好的系统 因为它已经在里面 它已经叉了一脚在里面 还是大家看到 而那种无力感到 做到大家都觉得 不知道做什么好呢 譬如我们今天做的节目 我听到很同情 又不会同情 应该说 我都很想做些事情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怎样做些事情 我想说就是我自己亲身经验 就是我看到 会有很多问题 我写投诉信 接着我是给了一个立法局议员 那个立法局议员 给了一个立法局议员 之后 把我的投诉信 连上我的名字 彈给了会 接着会 在一个星期内 给了一封律师信 哇 这么大 我就明白就是 而结果就是 那位立法局议员 他就是因为 他的意思就是 因为已经进入了 一个法律的程序 其实就是给了一封律师信 行我而已 他就说 我完全说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就是 你千万不要找立法局议员 因为呢 就算你找一个很大的立法局 很出名的立法局议员 那个只要一个小小的体育总会 给了一封律师信他 他立刻 shut up 但为什么呢 按照计 立法局议员不需要脚软的 对于这些 不用的 他一个 什么总会 这句话 脚软就是你用的 他没有说他自己是脚软 他那时候站得很硬的 但是他之间是no comment no comment 就是他觉得他不是律师 他不可以comment 那他有没有尽力跟你再跟进 尽力 如果尽力我就不会 今天站在这里 如果一件事是 如果是有尽力的 香港 因为立法局是监管政府的 公帑的使用 而这些体育会的问题 根本就不是新鲜的事 其实连年你都听到很多东西 但是其实根本 因为那个问题就是 运动的人士基本上自己不团结 拿不到多少选票 你去帮他 没什么loys 但是你其实要推翻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自己了解 就是其实在体育界里面 有很多的会 其实很多亲中人士 是吗 我自己 我自己的了解就是 其实变成了 他是有一个很庞大的势力 你要去改变体育总会 其实你是需要去 等于改变整个亲中的集团 因为你想想 每次有什么示威游行民主 那边有另一个游行 可以找到很多人去的 就是什么 民愚康纽活动 喂有免费演唱会 为何我还要去你那里 曬太阳 在游行做什么 很多人都会选择去那里 所以政府 或者很多 你要控制住 人民的 其实你只要 免费飞 你看到很多 我们现在东马运的票 为何都没有了 没人看 但是为何市民不能买票 为何 好问题 自己用脑想想 大家明白了 有些事情就是体育 或者文娱 我很担忧就是香港这样下去 我们只有一些西九文化区 体育没人看 但是艺术应该不同 应该很多人看的艺术 快必和你和我都可以 立刻辞了一份工 立刻去看那些人头的秀 多数都是这样 但我听司长讲 整个不民主的架构 在体育界那里显现了出来 我想这个界别更加令我想起 就算你娱乐圈也好 教会界也好 教育界也好 教育界也好 都是有些现状 高等教育界也好 其实就是一种很强横的势力 在奴隽着和控制着整个东西 另外你想推前不得 想拉后也不得 有一种无力感 还有大家都参与其中 如果一推倒了 就像大陆那些贪污的情况 每个人都贪污的时候 怎么办呢 咦? 好像1960年的香港 香港那些 什么探长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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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恐怖 那我们下一次回来 都要看看出路的影片 我们每一次都是 我们这个节目可以叫 新淫透视之出路 对了 这个问题是应该要想的 好 第三次回来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